处理这些你刚才说的爱情 它是一种亲密感 是一种共同体的感觉 那怎么面对这么多的孤独呢 你肯定是个很孤独的人 怎么面对这些孤独呢 通过音乐 还通过独处 还通过旅行 基本上 我觉得我们忙碌的时间 会让我忘记孤独 就通过忙碌来解决 我越寂寞的时候 越孤独的时候 会让自己越忙碌到 没事 忘掉这件事情 那当你还是偶尔那个 寂寞浮现出来的时候 你说和它共存吗 也很难吧 我可能会就是 哭出来 然后隔天希望自己脸不会太肿的去迎接工作 或是看电影 有时候觉得看一看别的故事 会让自己进入一些不同的环境 比如什么电影 比如什么电影啊 如果想看爱情片就看爱情片 哪个爱情片你最喜欢 最喜欢啊 最近大家都是在看La La Land吧 然后我之前看 都是那些什么Blue Valentine 罗云密克的消亡史 很多就是我都会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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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看各种不同的形态 嗯 然后感受一下人家的爱情 嗯 以及我非常嫉妒的羡慕感 嗯 算是一种替代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获得一下那种感觉 那种爱情的滋润 嗯 对对 还是会的 家庭茶 谢谢 我发现我们喝了好多水啊 我非常爱喝水 嗯 我每次都说女人是水座 嗯 一定要多喝水 嗯